哈喽啊 大家好啊 哎呀 来到惠州这边 第二天了 现在呢 在酒店这边呢 去吃早餐 看他那酒店 那个早餐有什么好吃 Let's go 啦 整体来说呢 就是这么一点东西吃了 然后呢 去拿点东西吃先 嗯嗯 反正呢 肚子饿了 什么都好 先吃了 吃了人家呢 就去西湖那边逛一逛 戴着口罩 哎呀 这样子帅一点吧 待会见 现在呢 就来到这个西湖公园了 又是走公园了 其他呢 没什么地方好 惠州呢 最出名的呢 就是西湖公园 这个就是以前 苏东坡在这边 避免时候 在这边任职的地方了 现在呢 我就来到这个 惠州公园的四周塔了 那我们上去看一下 啊 这个是文化遗产来的 我觉得惠州公园呢 就真的是 除了这个四周塔 没什么好看了 其他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 哈喽 游一下 宋朝时代那种景色也不错的 嗯 走过去看一下他那个介绍先 这个塔呢就是1094年了 北宋呢 初东坡被贬在惠州这边 命名它为大圣塔 这种材质 这洞洞是干嘛呢 透气的这个洞洞 几乎每个公园呢 白天的景色都是差不多的 你想可能要等晚上过来看的时候 才会漂亮一点 现在呢国内的绿花都做得很好 无论是城市还是哪里 对不对 越来越有那种接近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记得以前 回来那时候 不是见目到那个蓝天 现在还可以见到蓝天 说明呢国内的空气呢 是有改进的 那来到这个石碑面前呢 冬波园剧 冬波园呢也是西湖那公园 西湖公园现在也叫冬波园 反正是那个什么时候冬波被贬的时候 就来这边了 冬波园 那这个就是冬波巨市的那个肖像了 摸一下它 等我也沾一下那些文学气色 听路人说呢 那座桥呢 就是比较出名一点的了 我想那时候 当时那苏东坡啊 在那里啊 吟诗作对啊 作画就在那边了 我估计啊 那么好的景色 我过去看看 那这一座桥呢 就叫做九曲桥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西湖公园里面最有特色的了 那湖的中央 其次呢就是那个四周塔 也叫大圣塔 现在呢那公园呢通常是给我们以前的长辈啊 就锻炼身体啊 走一走啊 散散心啊 吸收一下那个大自然气息啊 现在整个惠州市啊 就可能只剩下这个西湖公园啊 保留了最有这种园林味道的啊 那种景色了 沿着那个九曲桥过来呢 我们就来到这一个点翠州了 这边这个树 就是许愿树来的吧 好大啊 哇 这一棵树真是好大 哇 这样子长的 又几千年历史了吧 过去的要转过去过 哇 这样子 哼 这个看看 哇 真的是千年古树啊 可能再过几千年成金了 我发现这边啊 很多地方没水啊 现在中国缺水嘛 可能应该有水的 没有水 好多公园都是这样子 可能省钱啊 省水啊 因为这些公园都是免费的 可能因为要减少开支啊 它这些东西都是 尽量不用电 尽量省钱啊 它就省钱了 你看这些 太多这些 真的是很多这些古树 这种苍天大树 苍天绿子 哎呀 也可以说在这边 西湖公园这边呢 这些绿子呢 就等于说是整个 给那个惠州这边呢 做一个那个进化带啊 就空气进化带 白天的西湖景色就是这样子的了 等晚上呢 我就过来再看一下 晚上的西湖景色呢 是不是别有一番味道 是 我 也不知道 我 我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